第三季放开我北鼻 即将迎来收官之日 十二期节目即将结束 这是一档属于北鼻成长真人秀类型的综艺节目 从开播的第一期开始 就引来不少的关注度 口碑好的不行 四位哥哥带领若位可爱的萌芒 发生了许多有来的事情 大哥是东东 二哥是鲸鱼哥哥 三哥是佳儿 以及小哥哥震南 东东是比较有带娃经验的 所以其他几位哥哥 想把带娃的问题交给大哥解决 但最后还是一起解决了北鼻的问题 这个节目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季 每次节目的嘉宾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惊喜 而在第三季开播第一集的时候 有几位哥哥被萌芒们折腾得不行 但还是十分有来 发生了很多很可爱的小事情 网友纷纷评论道 可能又要读团偷孩子了 但不过这仅仅只是一个小玩笑 因为贝比们实在是太惹人爱了 又萌又可爱 让人想狠狠地揉揉他们的脸蛋 满满的胶原蛋白 让人羡慕不已 尤其是里面的豪哥 他在六位小萌芒当中年龄是最小的 年仅只有三岁 就上了综艺节目 也是让人最喜爱的一位贝比 尤其是他跟黄景玉的爆笑日常 霸道总裁豪哥 小弟与弟 在节目当中 CP感满满的 零基础戴娃经验的黄景玉 从前几期可以看出 相比让他带孩子 他会更愿意在厨房待着 给宝贝们做美食 因为萌娃让他错不及防 不懂得如何跟宝贝们打交道 不懂得跟宝贝们交流 鲸鱼哥哥第一次初次 见到豪哥尴尬的不得了 初次见面 鲸鱼哥哥就被豪哥大空气划过 但他选择耐心观察他们的 在每期节目观察北冰的动静 来了解他们 相比有经验的大哥东东 带娃有三十六计 他不会过度的去宠他们 该温柔的时候就温柔 严肃的时候就非常严肃 要让萌娃们知道自己哪里有错了 错的哪了 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犯错误严重性 然后慢慢改正 后来鲸鱼哥哥有了狠妈的战略 在豪哥想妈妈的时候 吵着要去找妈妈 他细心带着他出去 外面看看有没有妈妈 边走边抱着他 给他转移注意力 让豪哥不那么难受 低声细语抚平他的心情 在他们经历了一段又一段 豪哥就日常非常的年轻于哥哥 亲亲抱抱举高高 梦话人小心脏的CP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了 没想到这么快迎来了收官之日 本周日就是这当综艺节目的收官之日 相信许多真爱粉会有些心难受 12期节目就像一眨眼就过去了 相信baby们也会在最后的一气大哭一场吧 四位哥哥有去带拔的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哥哥们对baby也会有许多的不舍 希望baby们和哥哥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期待下一季的开播 会迎来新的baby与小哥哥们 本门由于乐空心菜原创